5月18日星期六 九哥周报 大长沽的目标差不多完成了一半 接着会怎样呢? 本来周报星期日晚出 今天早一天出 也想买点广告 首先说一下市场 星期五昨晚美股个别发展 主要是下跌的 在收市之前 因为CNBC那里传出来说 中美会谈停滞不前的讯息 让美股道指跌了1.5% 标指升微升 纳指跌超过1% 其实我们在星期五早上 都已经听到中方说美国没有诚意 都已经略知1.2% 而美股在最后交易时段的半小时 是全天的跌幅 其实那半小时是全天的跌幅 而且那半小时已经是半天的成交 可以说是很有意思 这次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我想要星期一才再确定有没有这么严重 另外有朋友查询我 期子期权班的课程内容 简单讲解 稍后在尾段或者再讲多一点 会有四堂Skype的课程 今天早上星期六完成了四堂Skype课程 有几位同学说大家有很多问题 今天问得很长过了三个多小时 星期六不用太早起床就可以上课 大家都很开心 下星期二晚又有新的一班开始 也想大家了解一下更好的教导 大家如何准备大长沽的长线 或者短线的交易策略 在视频的尾段 等会再说一点 大长沽 如果有看九哥华频道的 都知道我在3月3日发表了这个大长沽的视频 其实主要的说法是 可以在29000点以上沽空 主要是说用31500做止蚀 26000就是下面的目标 做完之后原来有很多朋友都私聊 跟我说29000至30000点 楼上都有3万点之间也有做到 0.5到0.618 指数升到30,000点以上的时候 也有点担心到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就不要做了 平了去吧 现在已经跌到28000楼下50周 就是27700了 旗子已经 现在回来回来 接近完成了目标的26000的差不多一半 27500就是一半 接着会怎样呢? 其实这可能是中期转向的迹象 就是说我们升了4、5个月 会不会已经在转身呢? 现在的市场 其实说回历史吧 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在4月28日出的一个视频 就是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是一个关键的日期 在发生的那个思想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人民币对美元 升过了50周 是一个走肉的指标 然后上证也有很明显的升幅 而恒指也在4月15日回补了去年6月下跌的裂口之后 那个急跌是极不情常的 而且一直升到3万点的时候 好像不知有些无名的手在一直按住 迟迟都升不过3万或3百 似乎好像等待一些坏消息下调那样 直至到5月6日特朗普威胁 如果跟着那星期的会谈不成功的时候 就会增加25%关税 再发展就是说 去到上星期5月10日的时候 中午12点钟 美国正式宣布会增加关税至25% 当时的会议也还未完结 但是他做得这样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已经预计了搞不成功 再来说在5月13日开始 我们这个星期 即是这个星期由1、2、3、4、5 其实我每天在晚报都在说 哇!中国媒介的口径都非常统一 今天这个讲那个讲 有了三句口号 我忘记了那三句三个字 都是非常反抗美国关税的行动 直至到星期五 17日 即是昨天 官媒直接说 我们暂时没有兴趣再谈 因为美国政府不够诚恳 如果直至昨晚美股收市的时候 CNBC才透露这可能的坏消息 那下星期会怎样呢? 或者这48小时根本会不会还有其他东西出现呢? 我想市场的发展情况 是非常要大家关注的 或者看几个主要指数的图表 其实刚才我说过4月19日 这是中央政治局出现的报告 只由星期一 由那天星期一开始 上证已经由接近3,300的水平 只需要一两个星期跌到2,800多的水平 这些中间基本上我听不到任何国家队的事情 所以变成了那个情况 你可否理解为中国已经预计会有一场 硬仗会准备出现 也就是说它已经准备把压力舒缓 就是放下去 你也不会落到这里 但这三四个月已经把A股推高了三四成 包括有很多振兴措施 或者MSCI 很多人跟我说不知升多少 我说你就买吧 这些不阻挡你发达 不过有很多隐忧 现在跌穿了这些平均线的时候 到底死亡交叉跌穿了50天 另外我之前也经常这两个星期指出了 就是说美元对人民币升穿了这50周 是我们去年又见过当时A股有困难的时候 现在跌穿过了 星期五已经几乎去到6.95 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撤身关系 期指 星期五收了在27,700几 50周平均线 这样上去下来50周上次是什么时候呢? 6月中 6月中就是在我的频道里出红的日子 跌穿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技术上就叫港股进入红市50周 从去年6月开始 所谓的红市大概是29,500跌穿了之后 我们再跌了5000点 总共由33,500那儿跌下去有9000点 很多比如去投资港帐 我记得有一位同学 还不是同学那位是朋友 他跟我说九哥这是不是红二浪 我当时跟他说 我相信是很大的机会 现在这个你当成为了6000点的红二 假设这个是顶 我想跌穿了50周或者比较再有信心 甚至等到月底再确定真的跌穿 即是会真正下跌 那你可否也估计由30,000点左右 再跌回9000点和这个下跌 那才会有红三的出现 是吧? 现在可能还是太早 不过你如果不是在这里买货 如果你已经在这里要部署获利的时候 那个心态比较容易接受 市场跌了下来 有人跟我拗就说 现在特朗普乱说话而已 那才是市场跌下来而已 我心里不是想这样会跌 我基本上想着协议签好了之后 好消息出货 好消息出货的力度向下 我告诉大家可能比现在更大 结果就是说 你可以告诉我我都说了 不过我会跟你说 当一个图表这样发展的时候 市场会这样去自圆其说 到时会有到时会说 现在你就说 没几次就会谈到 我想在年初的时候 我的预计也说 中美这个贸易问题 根本就不是贸易问题 核心的思想就是 美国想如何打低中国 现在华为的问题大家看到了 如果仍然觉得有机会真正解决的话 我没办法可以帮到你 如何去掌握市场走势呢? 如何去避开一个 好像我之前说过 散户的财富流失病症 这个慢性病 如何去选择工具 如何不要用牛红窝卵去用旗子 如何去控制衍生工具的所谓风险管理呢?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投资课程里面 期指期权班里面 会有详细的讲解 这些是如何了解所谓的操作 以前错过了所谓的大长沽 现在很多人会问 九哥还可不可以做大长沽 我说29000的时候没有做到 现在27000多的时候做 当然风险大了 启动的方法就会不同了 那如何呢? 试试我们在这个班里 去研究一下有什么 我们可以部署组短线去做 可以马上启动 报名学习一些什么叫做KITE 就是我们做投资炒起来的框架 knowledge 一些技术分析 如何用Mr.BM4 以一个最基本的技术分析工具 我们去找一些BuySell的信号 如何去日常操作 用Limit OCO 去做成一种惯性的操作 令到日中非常繁忙 只是拿着手机做Tray的人 会更加容易把握到市况 这些都是很简单容易的操作策略 我相信在这个堂上 大家可以很容易把这个方法教导给大家 如果报名后就可以加入讨论群组 了解日中的市况 现在这样的凤凤声 上个星期四、五 就是早两天 很多同学都经过完一天之后 好像补了一堂 其实这些情况就是我们的讨论组里 经常有机会大家交流 就是会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水平不能买 我认为会在那里和同学用图表 或者一些消息去分析市况如何 报名后可以加入 变了了解更好的时候 就可以计划好一点 如何处理可能的红衣下跌浪 有兴趣的可以在视频简介里 我们有些连结在这里 参考课程内容 21日星期二晚会有新的班 马上启动 说到这里 卖了广告不好意思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下面写我会尽快作答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 还有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 拜拜